俄罗斯在前几日公布了一种新型武器 这种武器是一种核动力能源 被官方称为波散东的云雷 也被其他国家称之为水下核武器 这款核武器的威力有多大呢 只有1000万吨的炸弹量 但爆炸后毁灭一个航空母舰的舰队是没有问题的 当初在水下实验时水柱有500多米 光海浪就能把一些小型战舰先翻 而这款武器的射程也是十分广阔 达到1万公里 是世界上射程最广威力最大的水下武器 而这款武器也有一个弊端 重量达到40吨 一般承载物根本承受不了 唯一的承载体就能是核动力的潜艇 而很多人对于这么重的物体 那么它的移动速度一定不能快 但并不是这样 这款武器是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 在水下的速度也达到54节 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达到60节 发射深度也达到1000米左右 美国看见俄罗斯的发表声明后 迅速做出了反应 表示美国正在进行超高音速武器研究 用来制约俄罗斯的武器威胁 美国和俄罗斯两国一直都是这样 处处都是竞赛 但只是相互比比武器还有系统什么的 并不会发生较大的摩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